初姐发现了个大秘密 人机背后的未解之谜 哈喽大家好我是初姐 想必各位小可爱们都知道 人机一般那么的战斗能力 在游戏里人机扮演了送人头 送KD送物资的角色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人机才是游戏里真正的原始人呢 人机背后隐藏真相 你们知道吗 这些岛上的人机是在学校 奴隶学习的老师还有学生 是农场里新群耕种的农民 是屁城满着不可开箱的上班族 可是他们安然无忧生活 竟然在飞机的昏迷身 逐渐打破 无数的特种兵从飞机上跳下来 从天而降 手里持着武士 眼里没有温柔 对着无情的枪火 人机一个一个倒下 可是普通人民的他们 怎么可能是特种兵的对手 可是即便如此 他们面对敌人 已就都没有退步 因为背后就是他们最爱的家人 当然以上只是人机的故事 可是小可爱们有没有觉得 如果有一天地处被外星人给侵入了 那么我们的下场就和人气一样呢 当然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好多小可爱们说 初级你都多大了 你还相信外星人吗 外星人不是来骗三岁小孩的吗 点赞订阅 初级带你揭秘更可怕 更真实的背后真相 各位小可爱们知道吗 在45亿年前 就形成了现在的地球 可是以人们能观察到的 在138亿年前 整个宇宙已经诞生了 甚至还有可能更久 也就是说在地球出现之前 宇宙已经存在了90多亿年 整个宇宙那么老 难道真的没有外星文明吗 当然不管我们玩哪个方向看 都找不到外星文明的存在 不过换句话来说 如果他们那么先进 难道有必要让我们知道吗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肯定会有小可爱们要给我抬杠 说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 外星人真的存在 不过我们往另外一个方面想 难道有人有证据能证明 神真的存在吗 当然还有传闻说 美国人那么先进 主要原因也是得了外星人的帮助 比如美国能登月 其他国家的人 根本掌握不了这一门技术 当然近几年有特别多的报道 都报道着外星人真实存在 当然萤幕前才要开门 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无论外星人有没有存在 会不会攻击我们的地处 我们要好好地活在当下 享受人生 以及相信的前人 毕竟意外和明天 不知道哪个先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关注小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